前前几天不是发了一个关于这个车的视频吗 然后很多小伙伴在下面评论说 你们家这个车车衣上怎么没有一点雪 这个下完雪之后呢 要把车衣上的雪给清洗 就是扫一下的 如果不扫的话 太阳一出来车衣又是深颜色的 那个雪啊就融化了 一融化就滴到车上边了嘛 在天一冷容易结冰 每次要开车的时候呀 都要把车衣给叠一下 放到家里边 因为这几天天气都是在30度以下 零下30度以下 你看这里边 太冷了 你干啥了大娘 啊 车在这停的时间太久了 上面都结了厚厚的一层冰 我们这个口根可不可不好拐吃啊 你看 特别的地方特别的窄 前方图经11公里窄路 请小心驾驶 从这个地方就开始又拐了 我们要去一个林场 要登记吗 去峰厘 行 刚才据说导航11公里小路 然后我们就把它换到那个雪地模式 雪地模式好开 这咋换雪地模式 拧到这个 这个 我感觉咱的车是往下滑的 你没有给油吧 给油了 这是不是个下坡呀 对有点下坡 路上你看这俩车印 滑的结冰了 咱这给油滑 不然一给油磁流滑 现在天马上又要黑了 我们这个地方三点半日落 四点就已经黑的丑不见路了 早上七点多一些天亮 总体来说夜还是挺长的 就是皱短 这个树是咋倒的呀 来接 左边 这个不知道咋 真的 这个树大 这么粗 为啥不能拉 它是自然倒的 不是人会给它砍的 不能拉吗 太大了 我发现这个地方 朽木可以多 倒的这个树多 我听见你的声音 有种特别的感觉 让我不断想 不敢再忘记你 我听见你的声音 车能过去吗 这次去拉木尔地方有些远 还要有一段距离才能到 我们的木尔是种在大山里边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风景绝对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这里的环境非常好 住的人特别的少 给大家看一下 距离上一次下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你看雪上车折日几乎都没有 这雪黄的人都睁不开眼睛 我们俩呢 小吉呢 太累了 在这下来歇一会儿 再往前走 现在零下24度左右 室外温度 一会儿太阳全下去了以后 温度一下就可以降下来 达到了一下30度 大家能想象现在是几点吗 现在才下午3点半左右呀 在大家那里3点半 就是正是下午的时候 我们这儿太阳下山了 已经月亮出来了 好吧 那个不是太阳哦 是月亮 走上车赶紧走吧 天黑了一会儿 现在看到没 零下25了 零下温度25了 下车问一下路 问一下后台 后边刚才那辆车 走到这儿不知道路了 又有插路口了 关键事 他拐着 问一下 问一下 哎呦挺猛啊 这个车 一直走是吧 那没走错了 加油吧 太月亮 差点交成太阳 开始生活做饭了吗 找一个人问一下 看这儿是不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走那儿全靠木 敲门吧 那能咋整 看前走 那是这一片 真冷的 像这里边装的都是锯末的 就是为了夏天装袋 然后做木的 看见这边吗 这都是 这个车挺快 验凉凉翻轴 快快就我们看 看这不这话 哎呦 我现在的视频 真臭了 我们家估计不热 真臭了 哦 这西瓜好袋 明年 5月份种 去藏房里边看看 厚 我家这木耳可厚实了 你说咋的 我家木耳不是一个品种 你看它不有那个耗皮散 还有那个灰涂散 它不是一个品种 厚实 我家木耳 太冷了 你看都卷了 都自己卷的 你看 找到你这个散多好啊 这一袋多少斤 你这是 不知道啊 40 50 都一样吗 这四袋 都一样吗 这四袋 你这拿来看看 你自己看 这四袋是一匹 是多少钱 那对 一茬采下来看 对 一茬采下来看 两种规格的 大的1.4的出了一个 还有个1.2的出了一个 可用可用 比你省力强 那个 完全省钱 一个塞还多钱呢 三十五十的 两个塞都够了 塞底 你不用太大 这俩人一晃也行啊 不是 你就有那小 这么大小塞 那不行 那个 用那个咱们 你专门塞墨 那个方块 皮大 皮塞中的 那个 稍微大一点 不是俩一起搁 能不能搁上 能 能 能 我给你抬着吧 有 谢谢 能保抬 这一大半袋 不是拍吗 你哪里放动 93年7 嗯 93年7 93年7 我得给你开着车门啊 你等着等着吧 那行 那你慢点啊 对不是 我们俩 现在在回家 路上 现在外边的天已经 黑透了 外边已经完全看不见 路了 看外边的天多黑 又是雪地 所以开车要比来的时候 更要小心一些 晚上本身这个路都不好开 再加上上下坡啥的 难度就更大一些了 把这个木耳给卸下来 我和小草回来以后 看看这个车的后边 我刚才摸了一下 冻成这样了 这不是下雪啊 这顶上真是霜 打到上面了 多厚 这里边也是 这么厚 别关上 咱们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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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